我现在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现在是2024年9月30号晚上11点11分 明天早上6点11分将会在这里举行神迹仪式 虽然距离升旗还有7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广场上已经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现在户外的温度是12摄氏度 广场上还挂着风 夜里的天气虽然有点冷 但是大家对于明天早上的升旗充满期待 我家在四川达就是 天安门对我们而言很神圣啊 因为在小的时候就在掉个树上面才能看到天安门 然后我们现在读大学了 想多出去走走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中国的仪仗队 然后今天想来现场感受一下仪仗队整齐的步伐 聊亮的口号 感觉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 今天是祖国那个75周岁的生日 我小孩也一直没来过北京 特别选了今天这个日子 然后赶了一群火车 也刚到 现在是凌晨的凉点中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晚上的风也逐渐变得大了起来 在广场上可以看到 大家虽然是远道而来 但是都做了充足的通宵准备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都带了什么样的通宵神器 不带包 无包通过 我带了个塑料袋 把东西都装口袋里了 然后防风嘛 防风用这个锡纸 观度还行 就是小孩应该感觉会冷点 风也在大 我从天津出来的时候 我们那边刚好在下雨 然后这把伞 就是临机一动吧 拿出来挡风 因为今晚风太大了 挡了之后就比较暖和一点 这个是苏毛肚 然后这个是那个香茹小黄鱼 就是那种比较辣的小鱼干 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困了吃一包辣条什么的也提醒是 现在是凌晨四点 外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 有不少游客都选择来到地下通道取暖 现在就是又有点累 但是心情又蛮激动的 就是睡觉 醒了睡睡得醒 现在在喝奶茶 在补给能量 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就迷迷糊糊吧 但是心里一直有这么个期盼 所以说也不会困 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刚开始有鱼肚白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举起那个手机开始拍 然后后来整个天渐渐亮起来 然后照到人民大会堂 照到国家博物馆的那个国徽上面 他们是也照耀了我的心 我就觉得非常自豪 独独国生日快乐 独人独国生日快乐 我许都没人 沙特 我是